Hello大家好我是小风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有意思 内容相当炸裂的丧尸体态游戏 这款游戏最初呢是万众期待啊 被誉为美国末日加荒野大标课 加全境封锁加DAZ加腐烂国度加人渣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它能缝的都缝了 时时今日呢还是牢牢排在steam期待吧 我们榜首啊 但是呢却有无数次的票票 终于终于在这个月7号正式发布它的测试吧 这个游戏呢就是The Day Before浩劫前夕 从万众期待被它怀疑诈骗 马上就要发布了嘛 这不前段时间又放出了新的预告片 先来看一下这段预告片内容说了些啥吧 首先可以看到游戏呢是可以自定义角色外观的 玩家角色出现在一个安全区域 看起来是可以接接任务委托 护送物品赚取金币等等 货币呢可以用来买子弹 装备物品药品家具等等 可以看到背包是有重量限制的以及格子 这很塔克服 角色呢可以装备枪械和冷兵器 不过整个宣传片就只出现了一把匕首 希望这个金战武器不是个摆设 之后就是战斗 打僵尸打僵尸打僵尸 各种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打僵尸 讲道理这个丧尸的节目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为了跳票 不为了换虚幻物引擎 让画面更加真实 才拖到现在发布 接下来就是PVP了 和别的玩家交火抢占物资 这很全境封锁啊 之后看样子还有武器的改装功能 然后泡澡功能 健身房裙披 全体玩家健身模拟器 然后就是盖房子功能 可以自由定制自己的庇护所 各种家具感觉还挺齐全的 做任务的模式和全境封锁一模一样 护送搜刮买卖 撒僵尸的样子呢也很腐烂国度 搜刮建造就够没有说了 反正该封的一样不辣 最后再加一个连击功能 抄一下全境封锁的暗区 应该会划分出一片PVP区域 里面放点金色传说装为啥的 大家一边开心打殃尸一边刷刷刷 看起来完美啊 但这游戏为啥会背于 2023年最大的游戏诈骗呢 那还得从游戏宣传的最开始说起 最初的宣传片呢 也就是差不多两年前公开的那个 那游戏画面 那简模质量 那叫一个唬人 星空看了都得落泪啊 感觉是一款全打美国末日 脚踩荒野大标课的存在 玩家的期待一下就被拉满了 妥妥的3A级别 然后呢 就没了 美其命运剩下的内容之后将会公布 那还能怎么办 等呗 接着游戏的资讯透露出来 这将会是一款 多人开放世界的生存游戏 没错 MMO生存 呃 不是说多人开放世界不好 只是这样的游戏 一旦做成网游 首先这游戏节奏剧情 肯定会大打折扣 这个就很难把握 然后呢 就是肯定会上一些网游独特的特色 比如和美日任务 上吧 打工人 打不过 克服一下 让僵尸感受一下客金的威力 这肯定是有的 好吧 想着不管怎么样 游戏发布了肯定会玩一玩 然后呢 它又跳票了 接着在Steam上架又下架 就很诡异啊 莫名其妙的 官方的说法是由于的 Day Before这个名字被抢住了 经过多方努力 总算是拿回来了 开开心心 重新在Steam上架 之后就发布了重磅消息 游戏将采用虚幻无引擎打造 将于今年11月中旬发布 不小心看了一下右下角的时间 现在是12月了 没错 它又跳到12月8号了 而经过这么多次的跳票之后呢 这个8号发售的 还只是抢先体验吧 虽说买抢先体验版 可能价格上会比较便宜 不差钱小伴可以充啊 但我感觉这玩意儿 就像我在大街上买彩票 能玩的几率和我中500万差不多 虽然还是很期待 这会是一款好的丧尸游戏 不过这些疑虑 加上现有MMO生存游戏的经验 再加上这家开发商以往的游戏实力 哎 还有就是 它还真是头铁啊 7号雨逼的阿凡达就要上了 虽说阿凡达可能会爆雷 但也别小瞧雨逼造罐头能力 它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玩 但绝对是能玩的 最差也是孤岛惊魂级别 你就这么把发售日盯到了它的后一天 哇 这破例 这自信 哎 我只能说 好自为之 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浩杰前期这款游戏的解读 毕竟这个游戏已经关注了持续两年嘛 不管怎样 它就要发布了 也许呢 我的预测都是错的 那也说不定呢 万一呢 它利亚塞尔达博之之门拿个年度最佳呢 哎 我们拭目以待啊 8号当天呢 我当然不会去踩雷了 肯定是先玩安发拿了 这个年终的最后大作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至于浩杰前夕 我们先持续关注一下好吧 好了 我是小风 那我们下期见咯 大家拜拜